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 新手生存教學系列 這這這太誇張了 這會不會太多村民了 這會不會太多村民了 又一個 1 2 3 4 5 6 7 8 欸 我臨死的家 小小的空間幾近八個村民 呃 呃 最好這能助人啦 欸 擠沙丁魚喔 欸 擠沙丁魚喔 這太可惡了你們 你們全部擠進來幹嘛 好啦 那今天呢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什麼呢 欸 我也不知道 不過有人跟我講說 村落裡可以找到三種農作物 一種就是小麥 小麥不用介紹了 小麥 第二種就是 上一次取得的 胡蘿蔔 胡蘿蔔 第三種呢 就是馬鈴薯 所以我們今天去找一下馬鈴薯 馬鈴薯 喔喔 在這在這 馬鈴薯有沒有看到 就是馬鈴薯 喔喔喔 作物馬鈴薯 OK啦 然後就我們拿到三個作物 那就 這個村落也沒有利用價值了 我們利用深夜 夜逃回家吧 本來想說 要糾戰雀草的 想不到 想不到 這些 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人這麼愛我家 真是難以想像啊 好啦 我們趁夜 連夜趕回去吧 Let's go 咻 我回來了 欸 各位觀眾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好精彩的局 欸 有一個 有一個殭屍在燒欸 還拿著鏟子 嗚喔喔喔喔喔喔喔 欸 沒有掉 太可惜了 殭屍都死了 這裡的草 喔草長得都比人高了 怎麼回事 不站在這裡都看不到我了 好啦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教大家 欸 畜牧人生 畜牧人生 首先呢 這裡平面這麼大 我就把我的 我的木材 木材拿出來 欸 木材所剩無幾 木材 木材拿出來 然後把這些 用不到的東西放進去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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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欸 欸 箱子滿了 好 算了啦 然後我今天呢 就把這個 分解成 藍杆 全部都變成藍杆 藍杆的牌法是這樣子 咻咻咻咻咻咻 嗚 這就可以分解成藍杆了 呃 兩個不太夠 不過 我還要教大家怎麼做藍杆門 所以還要一點木材 分解一下 嘿咻 藍杆門的牌法是這樣子 藍杆門 欸 藍杆門就是左右這樣 左右邊 然後中間放兩個木材 嗚 這樣就可以做出藍杆門 柵藍門 呃 柵藍門 藍杆 藍杆用六個 一二三四五六 這樣六個 喔 就可以做出藍杆了 呃 藍杆有沒有很簡單啊 呃 大家會做藍杆了嗎 呃 這樣有八個藍杆 呃 不夠圍啊 地不夠啊 怎麼辦 呃 再做再做再做 最後的幾 最後的藍杆 呃 再做出兩個 也才十個而已 夠可憐欸 才十個藍杆 呃 對不起啊 木材就這麼多了 那我打算呢 圍在這裡好不好 有十個可以圍 一 二 三 噔噔 噢 噢 我已經圍出一個小小的空地了 然後把這裡換成 本來是石頭啦 換成了泥土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養殖我們的寵物了 喔 養殖畜牧 畜牧人生 我們今天是要農場物語 農場物語 首先呢 我們要先拿著小麥 小麥到底可以騙到什麼生物呢 那我們去試看看吧 喔 凡事都要嘗試 小麥呢 可以騙綿羊 綿羊 看著我的小麥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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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他們倆弓了 抓狂了 發情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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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我的小麥走 有沒有 很神奇喔 他們看到小麥就發情 跟著我的小麥走啊 我已經餵羊了 喔 兩隻綿羊 綿羊就可以用小麥 他們看到小麥就發情 喔 眼睛都脫汤啊 那還有什麼可以用小麥來騙呢 接下來應該是牛牛 我們去找牛牛 牛牛走 發情的牛牛 牛牛看到小麥也發情 大家都發情 你發情 我發情 大家都發情 他們喜歡吃小麥 所以他們會跟著小麥走 早期的動物啦 只要看到小麥就抓狂 可以說是動物的催情力氣 動物催情聖品啊 可是現在就不是這樣 現在的動物越來越傲嬌了 越來越難伺候啦 你們都不知道 不管啦 先 先騙兩隻牛回來 登登 耶 兩頭牛也在裡面了 喔 開心開心 終於騙回兩頭牛了 又騙回兩頭牛了 羊和牛 催情力氣 登登 小麥 看到小麥就癡狂 看到小麥就癡狂 開心嗎 開心嗎 為什麼生ん 只要你為他們兩個吃小麥 他們就很開心 然後就會 吵吵吵吵吵 小牛就誕生了 好神奇喔 喔 老天爺 這就是造物者的神奇之處啊 小牛就這麼誕生了 綿羊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綿羊 配綿羊 喔 再驚驚了 再驚驚了 好限制極的畫面喔 大家 小羊誕生了 小羊誕生了 這畫面實在太神奇了 這實在太神奇了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要挑戰 接下來就要餵小雞 小雞 小雞 嘿咻 欸沒有 嘿咻 欸 沒有 好啦 我們去抓小雞 去騙小雞回來 小雞呢 就要用種子 我們去找小雞 走 登登 小雞 嗚 小雞你來了 哎呦 你下了一顆蛋在這 撿回來 小雞 跟我走 有一顆雞就夠了 一顆雞就可以生無限的雞蛋 雞蛋丟出去有八分之一的機率 會變成雞 雞 雞丟出去會變成雞啊 所以可以靠雞蛋來 那我們就靠你啦 小雞我們走 我們回家 秋風顯身有快遞呀 依呀依呀呦 我在裡面養小雞呀 依呀依呀呦 依呀呦 依呀呦 雞 依呀呦 喔 把門關起來 把門關起來 兩隻 兩隻 三隻跑出去了 他們崇尚自由的靈魂 趕快回來 不要再崇尚自由了 崇尚自由的靈魂 走走走進來進來 小雞又跑出去了 他們有崇尚自由的靈魂 真可惡 我再去把小雞摔回來 雞不要跑 這樣我們就有小雞 小羊小牛 還有小小牛小小羊 最後一個動物了 最後一個動物要用 胡蘿蔔 胡蘿蔔來騙 它就叫豬 小豬豬 要用胡蘿蔔騙 早期用一個小麥 用一個小麥在他們面前晃啊晃 就全部都解決了 現在要這麼多東西 真的是 好啦這裡有一頭豬 豬要兩頭啊 你只有一頭會不會很寂寞 還有豬嗎 還有格 額外的豬嗎 豬 怎麼只有一頭 在哪 豬咧 我還在尋找另外一頭 與你相伴的豬 喔在這 兩頭豬豬 豬豬走 喔豬豬特別喜歡 胡蘿蔔有沒有 衝得飛快 想甩開它還不容易耶 有沒有 喔喔喔 抓狂似的飛過來了 喔喔 太感動了 可是 可是我這邊實在太急了耶 怎麼辦 呃 你們等我一下 我馬上回來 噔噔 我挖了深了一點 應該有比較多的位置 可以養小豬了 小豬 你不要去泡岩漿啊 等一下就變成生豬肉了 養小豬 小豬 我覺得小豬是 裡面最好養的 看起來最呆的 看起來最呆的 小豬進來吧 豬 豬 豬兒 豬兒進來喔 噔噔 喔 廢了一半功夫 我終於成功了 裡面飼養 有一頭小綿羊跑掉了 裡面飼養了 兩頭 兩頭牛 最少兩頭牛 兩頭羊 兩頭豬 一頭雞 還有一個小小牛 小小牛 喔 喔 你看 豬的催情力氣就是 胡蘿蔔 喔有沒有 他們超愛胡蘿蔔的 喔 又是限制即化麵龍 喔喔 不准看不准看 喔 小小豬出來了 這實在太有趣了 喔 小小豬 喔 還有經驗欸 繁殖還有經驗 太有趣了 那 那 那 告訴大家 羊 羊分別能得到什麼 好不好 我們拿剪刀的話 就可以剪羊毛 莎爾他也只能得到羊毛 他就是給我們羊毛 蛤 羊 就是只有羊毛 牛呢 牛 可以得到牛排 喔 用水頭對他的話 還可以得到牛奶 喔 很多很多神奇的東西 喔 皮革 對 他身上可以取得這些東西 那 雞咧 雞就是可以取得 羊毛 雞肉 喔 雞也是 還有雞蛋 他會生雞蛋 算是很有用的 動物啊 算起來 這裡面 最沒有用的 可能就是 豬了吧 豬 豬 嗯 純粹食用 喔 還能騎啊 對啦 食用和騎而已 只能吃 還有 拿來玩 吃汗拿來玩 至於要怎麼玩呢 嗯 嘿嘿嘿嘿嘿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會 掰掰囉 為什麼 嗨 投票 你們 我們下集再找